我们在学校常常会用到手机画面的投影 那这个是很常用的功能 那Windows里面其实有内建 无线投影的功能 所以不需要再另外买电视棒 或者是MirrorCAD的接收器 直接使用Windows内建的功能就可以 那我们在开始这边 输入寻找连线这一个程式 这个是Windows内建的程式 那如果你常常用的话 可以把它这个 丁选在你的工具列上面 那我们就把这个连线的程式把它打开 打开连线的程式之后 画面就会出现 你的电脑的这个ID 电脑的ID 那我们就把它暂时停留在这个画面 然后接下来呢 请你把你的手机拿出来 那手机现在大部分都有MirrorCAD的功能 你把你的手机打开 然后从上面把MirrorCAD的功能 或者从选项里面 把MirrorCAD的功能找出来 然后直接选择MirrorCAD的功能 那他就会找到你的电脑的ID 电脑 那你就直接点选 就可以做投影 连接上面就是这样的简单 那连接之后呢 你的电脑的画面就会出现这个手机的画面 那你可以试试看 在WiFi的环境之下 它的连线是很顺畅的 也不会有lag的状况 然后投影也是可以这个影音同步 所以我们去YouTube里面试一下 我们到Google的YouTube里面 它的声音是可以出来的 而且非常顺畅 然后甚至你可以把荧幕横摆 它的画面会直接切换成横式的方式 那声音也会出来 那所以这个方法做投影是很简单的事情 不需要再另外采买Mirror Cast或其他的设备 那我的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